好,那所以下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要教你先把它关掉 现在这个画面应该是在我的云端硬碟 那我已经登入了我的Gmail 所以我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到另外一个地方 先到Google我的店家 所以你可以先点选这个家 然后直接到我的商家 我不想你们知道它叫做Google我的商家 可以吗 这个中文名称好难听 可是它真的就叫我的商家 你打我的商家都找得到 你打我的商家也找得到这个 好,点选Google我的商家 那第一件事情 在Google我的商家 这边是不是要登入 所以点选登入 点了登入之后 他是不是就用刚刚 刚刚因为我还没有还没有登出 他是不是用赵子龙的身份登入进去 请问一下 商家你就想成是一个 你要开一个店 你看现在自己来把自己的店开好 你回家能不能搭配一下 因为我刚刚我来的时候我看到台中有蛮多还蛮不错的 比如说什么好吃的店啊 反正你都可以去问一下你的朋友 你没有谁要去建立这个我的店 好,那这个我的店 请注意一件事情哦 他们现在都要求带地化 所以等一下要经过一个实力认证 就是你要真正输入一个地址 他就可以搜寻最近 领米最近的地址的店家 比如说假设你的店家是那个良心面 良心面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你就要输入你的地址 那刚好我在 假设你输入地址是台中大楼 那我呢 我就在台中大楼就输入面 好,餐厅的推荐 你可能就因为你刚好距离最近 还在最近面 好,那我们 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看一下哦 你看这边输入店家的名称 各位应该知道我的店家名称是什么哦 我的店家名称应该就叫做 赵子龙电脑教室 可是现在搜寻得到吗 搜寻不到 你看哦 在最下面这边 将您的公司加到Google搜寻 因为他就会去搜寻这个名字 也不用搜寻 因为你根本就还没有给他 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应该是将您的公司加到Google搜寻 可以吗 不是点上面哦 点上面是因为你已经加入到Google搜寻了 所以请你点下面那一个店家名称 例如说是赵子龙电脑教室 然后接下来他说继续就表示你同意服务条款跟隐私权政策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可以把这个搜寻 搜寻是做一些什么非法的色情的一些那个影片的连结 好那我们就点选下一步咯 下一步可以吗 这个店家叫什么名称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你要新增店面或办公室等客户可造访的地点吗 我暂时就选否 我暂时就选否 可以哦 因为我没有一个实际的地址 如果你是开面店 你巴不得你把这个地址要让别人搜寻得到 要让谁搜寻得到 像例如说我现在想要吃面 我就找餐厅然后跟面有关系的 他就会告诉我距离我最近的 对不对 这个地址是很重要 那因为我现在我并不是 并没有这个实体的店面或办公室 所以我就点否下一步 然后您的服务范围 例如说搜寻台北市信义区 假设我是落在这边好了 就是别人在台北市信义区是找得到我这个赵子龙电脑教学 电脑教室然后下一步 然后你的店家在哪一个地区 台湾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他说你要选择业务类别 那怎么选呢 例如说我是跟电脑 电脑教学有关吗 电脑教学 有没有看到 他就说那我应该 类别是属于电脑技能训练学校 那如果是你是卖面 例如说我是面电 面电 有看到吗 大概听得懂 这个分类还蛮好找 那我是做跟我有关系 我是做电脑教学 电脑 所以他叫做电脑技能训练学校 好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这边他说 你想要向客户显示哪些联络方式 例如说目前网址 还记不记得自己的网址 目前的网址 那因为我们很少人在用电脑来去做联络 我觉得这边还不够 还不够 因为 因为Google他应该要推出自己的通讯 自己的通讯 可是他的通讯推的并不是那么好 Google的通讯他推出叫做你们有使用吗 都在用Line或者是用那个Skype Skype可能都还没有Line那么 我们想你们现在怎么开会 例如说你们 你们要跟台大开会怎么样做视讯会议 我们就去想一想 我们可能还是用什么Kindewer 可能还比较多 但是我的意思是Google公司 他应该自己要开发出来 自己的一个社群的方式 好就提供个人称 我现在想让别人找到我的 我的这个网站 然后下一步 然后他说 我们可以提供个人话觉 笑和建议协助 在这边打响知名度 你希望收到这一类电子邮件吗 我暂时先选择Full 下一步 然后结束并验证这个商家 好完成 请输入您的邮寄地址进行验证 只要这一关能过 你一个小时之内就可以被人搜寻到了 可以听懂吗 好 所以他这边要求你一定要输入一个真实的地址 他就要寄赵子龙电脑教室的那个网址给你 那个验证给你 可以吗 所以这边我就没办法带各位继续做下去了 你就要输入一个真实收得到 收得到他会用那个明信片吧 邮寄地区号2 我们是在台北市 我是想要输入这个地址了 内容阶2段15号 对吗 他就会寄给你 好 例如说 那个稍后再验证 所以如果稍后再验证 他就不会 暂时不会寄这个验证 一定要进行这个 他要求 这个我的店家要求真实性 所以他才要求一定要你填写一个地址进去 可以吗 现在我可能只能跟你分享 稍后再验证这件事了 好 这就是我的店家 因为如果你是真实 真实要做这件事 你只要点完下一步 就可以了 那记得 你不能随便填别人的地址 好 那所以在我的商家这边 我就只能稍后再验证 好 那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这个我的店家 赵子龙电脑教室 这边你看 评解商家资料只完成了20% 记住 要整个都完成 我的电子邮件 进一步了解商家 一定要验证通过 好 这边有没有看到什么深入分析 也不能 也不能做 如果说你到时候整个都通过 那有多少人光顾你的网站 就是到赵子龙电脑教室 他这边深入分析就在做这件事 好 那这些我想 我想如果说你真的 真的完成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看到非常非常多详细的资讯 那我现在呢 我要继续跟你们分享 记住哦 我现在教你的这件事情 主要是 当你今天你已经有一个网站 你要把这个网站告诉别人 那我们现在放在Google搜寻引擎 怎么放 就是我现在教你的这件事 就是我来说 对